中游桃园练油厂发生了刘化青外泄事件 在下午两点多 外包厂商在进行刘化青加盟作业时 不慎吸入了刘化青 导致两个人送医 而其中一个人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索性送医抢救之后恢复生命迹象 桃园归山中游桃园练油厂 5号下午两点多发生刘化青泄露意外 只见警销人员进进出出 因为事发现场有一名工人失去呼吸心跳 另一人则是少量吸入刘化青 两人都紧急送医 消防人不敢大意出动大量人车前往救援 索性外线意外没有扩大 这回意外业者表示是现场包商 拆除盲板导致硫化青泄漏 桃园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 第一时间以派员监控 并通知中游泳油厂关闭雨水道 注意节流水值避免排入南侃西外 至于欧卡人员送医抢救后 以恢复呼吸心跳 详细的事故原因 以及公安责任归属还要再理清 记得刘自强 桃园报道